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介绍维格纳的大陆飘移说 在谈到板块运动之前,我一定要介绍维格纳先生 他是一位气象学与天文学的专家 但是他后来主要的贡献却是在地质学上 维格纳先生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充满好奇 也乐于接受挑战的科学家 当时整个地球各大洲陆地的分布 其实跟现在没有太大的不同 但是有时候生物学家会在不同的大陆上 发现相同的生物化石 这部分其实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地质学界比较好的说法是因为冰河时期 海上都结了冰 动物们为了躲避酷寒的天气 于是到处迁徙 因此产生了分布比较广的现象 然而这么大的海洋 动物们如何能够跨越这么遥远 而且是冰天雪地的环境呢 维格纳先生对这个议题也很有兴趣 也经常思考 想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说法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发现了美洲的西岸与非洲的东岸 竟然有着如此相似的地形几何结构 这个发现 促使他在1912年提出了大陆飘移说 他认为地球上大部分的陆地 在远古以前 应该是连在一起的 在经过多年之后 才分裂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样的说法 解释了为什么东吴可以在早期的时候 自由地横跨各大陆之间 什么?你说什么? 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 你有看见大陆正在移动吗? 维格纳先生的说法 在当时的地质学界造成了极大的震撼 也因此被受批评 为此维格纳先生并不放弃这个想法 他反而到全世界去搜集相关的证据 甚至到格林兰四次 格林兰位于北移圈子内 四个整年都冰天雪地的地方 在那边寻找证据 其实也是一种冒险 很遗憾的是 在1930年 维格纳先生的第四次冒险当中 他不幸遇难身亡 在维格纳先生过世之后 科学家们还是不能接受 维格纳先生的大陆飘移说 在过了20年之后 也就是1950年 随着更多的矿物的化石证据 海底探查的结果 科学家们终于接受了 这些看似稳定的大陆 其实是会慢慢移动的说法 以上是维格纳先生大陆飘移说 我们下次再会